工聯會過去一年收到大約150宗欠薪求助個案 涉及金額超過230萬 工聯會勞工服務中心在去年7月到今年6月協助200多個僱員追討欠薪 遣散費、代通資金等項目涉及申索額超過550萬元 其中以追討欠薪個案最多有151個人 被拖欠薪金超過230萬元 受影響僱員主要來自飲食業 大約一半的求助個案被拖欠薪超過3萬元 其實不同的工作崗位都有機會出現欠薪的情況 不只是一些基層工友 剛才所說有經理、也有銷售員 或者有些做不同的文職的同事都會受到影響 越欠得多,他們越有張力 就越擔心我離開公司的時候 公司更加不會出錢給他們 工聯會擔心累積欠薪過多 僱員就更加難以追討 建議僱員利用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入面 欠薪特惠款項的上限作為境界線 即是被欠薪超過3萬6千元 就要考慮是否離職 以免欠薪金額超過基金可以覆蓋的範圍 他們又促請勞工署提早為申索欠薪的僱員 展開破欠基金的行政程序 中心又建議僱員應該保留僱傭合約 出糧記錄和公司信件等等的文件 以作為日後向僱主或者勞工署申索的理據 無線電視記者鄭康患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